切頁 也就是說你有五個景點 那所以會有個清單 點擊進去的話 不是說做五個 五個頁面 而是說點進去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經緯度給他嘛 他會秀我們的景點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做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要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做什麼 曹慶公園好了 假設我今天做單頁好了 我們先做單頁 單頁那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 不知道動態怎麼做 反正你就是做 多頁嘛 然後如果有五個景點就做五個頁面 然後再做一個首頁 跳也都OK 都會跳過去嘛 這是比較 就是笨一點的方法 但是 我講過嘛 反正 外行人也不知道你怎麼做的 反正有看到地圖顯示出來了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曹慶公園的內容 這邊要做什麼 這邊就要把它刪掉 那因為我們將來需要怎麼樣 需要在 這個地方 放內容的地方 秀一個 地圖上去 不過這個地圖特別注意 他一定要給他一個窩 給他一個 因為我們圖的話需要有一個 這裡的話我們需要一個 DIV給他放 DIV 這個DIV有點像 框框 這個框框 我要能夠放地圖 所以這個DIV要怎麼 怎麼放上去呢 特別重要 在常用裡面 跟正一下應該是板面裡面 板面裡面不是有個DIV 插入一個DIV 第一個 前面有用過 插入板面裡面的DIV 這個DIV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給他一個ID好了 這個ID的話 我們就叫做 Map 比如說我們就一個地方的話 叫做Map 地圖底線 DIV 名稱叫這個 MapDIV 然後這邊按確定 他的名稱叫MapDIV 接下來的話 裡面會有一些內容 什麼的內容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不需要 因為將來這些文字 我們在文字地方是要放一個地圖的 是放個地圖在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請你把它刪掉 把它刪掉 所以最後各位看到 裡面沒有字 但實際上他 就是要做出類似像這樣 就是 有沒有 或者你自己手動打上去也可以 然後 就是這一串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 DIV 把它 把ID 他的ID叫MapDIV 然後裡面的字都刪掉 所以一定會有個DIV開頭 斜線DIV的一個結構 目前裡面是空的 所以將來我們要怎麼樣 要在裡面放一個 一個地圖給他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要去 設定這個什麼呢 這個DIV的版型 因為現在是沒有東西 他的大小現在是沒有 可是如果希望把它放大一點的話 他的大小也許我現在就希望在把這個 大大大概就這麼這麼大好了 然後呢 我們高度大概設為 大概多少 大概差不多 440 好了 440 然後寬度的話 比如說我們用 320 類似像這樣 或者360都可以 你可以再調一個寬度 也就是說 將來我的地圖放上去 配合手機 能夠有一個大小 放在這上面 那該怎麼做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需要用到一個所謂的CSA樣式 CSA樣式 就是說呢 所謂CSA樣式 就是我要去制定這個DIV 它的相關的比如說呢 它的大小 它的寬 它的高 它的邊框 等等的 就是從DIV CSS 裡面去制定 所以第一步 先插入一個什麼 DIV 名稱給它叫MapDIV 第二步的話就增加一個什麼CSA樣式 那增加樣式的方法 特別注意 它的按鈕非常的小 切到這個CSA樣式裡面的 的右下角 這個方式 跟以前如果你有學過 Adobe相關的軟體 就會知道 像Photoshop裡面也是這樣 它的功能都在 這個 這個面板的右下角 會有一個加號有沒有看到 加表示它要新增一個CSA樣式 一支筆的話 表示什麼 修改的意思 刪除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新增 新增一個CSA樣式 這個地方的話請你按一個加號 新增CSA樣式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 你要新增什麼樣樣式呢 那我要新增的是一個標籤 這個所謂標籤就是說 我要針對它 去做一個格式化 所以它的 名稱叫什麼 你要告訴它 這個標籤 名稱請你要對應到這個名稱 在前面加上什麼 警字號 這個方式跟前面寫程式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說前面加個警字號 然後 這邊 新增一個CSA的 一個標籤 名稱就是叫什麼 就是警 加個警 然後後面加個 MAPDIV MAP然後底線 DIV OK 這樣子 新增這個名稱 對應到的就是它 就可以把它做格式化 按確定之後 做哪些格式化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請MAP 那再來特別注意 我要 1 這個有點 可能要注意 2 3下面這裡 那你的規則有沒有 不能放在 JQuery Mobile 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齒文件 齒文件就指的是什麼 index.html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那個範例檔上面都有那個 CSS 就是 加在齒文件裡面 按確定 標籤 名稱 名稱不能使用 英文 還是這個是多的 我看一下 針對這個標籤 對 這個MAPDIV 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要顯示出來的是 比如上面朝進公園 他就位置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放大縮小 至於這個放大縮小的 有沒有這邊可以按按鍵可以去 再放大縮小 那我再切回來 特別注意 第一個 在裡面 我插入一個 這個 DIV DIV名稱叫做 MAPDIV 再來的話 我需要給他做什麼 做一個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 這個 CS 樣式 特別注意 這個CS樣式的話 我剛剛是用的是特別注意 就是這個地方 我用的是 在 這個地方 新增規則的時候 剛剛應該是選到 ID ID的時候 跟這個地方 ID的部分的話 你就選 他這個時候 如果你裡面 有ID 為這個 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不是有給他ID嗎 他會自動在這個清單裡面顯示出來 然後底下 特別注意 一定要用 齒文件 所以 第一個 改一下 ID 他自己會出現 因為我這邊有個名稱 第3個 齒文件 那齒文件 意思就是說呢 他會放在我的 這個檔案裡面 放在一起 按一下確定之後的話 我就可以產生一個 這個 CS樣式 這個CS樣式 主要做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給這個CS樣式的話 他這個框框不會出來 我們要必須做什麼事情呢 特別是要 打開之後其實主要 設定幾個地方就可以了 第一個 你們看一下那個方框 這個方框就是你這個框框要多大 那請各位大概給320 440左右 320440 那其他的部分應該都不用跟動 用預設 等於是我們只是要給那個框框 如果你不給他框框的話 他無法顯示出來 OK 大小的話你自己可以 根據你要顯示的 畫面 去做動態調整 寬度跟高度 那其他的話我想 這個部分應該不用調整 其他主要是方框的地方 做個調整 那調整完之後呢 只有界面 等於是有框框 接下來要怎麼樣呢 把地圖放進來 那地圖要怎麼 把它放進來 特別重要 因為這邊有程式 已經寫好了 因為這個部分 稍微複雜一些 那請各位呢 可以 可以開啟 在我們範例檔裡面 能參考的 我看在 在在這個地方 上面 應該也有 這邊比較 你們可以開那個 Google map 有個101的這個 Google map101 這個 Google map101 這個範例裡面 你們可以看一下上方 有一段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裡面 其實就是從 我先切到那個程式碼 從 這一段 一樣 JavaScript開頭 18行 一直到下面 Scrib結束 把它怎麼樣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我們的 上方 有沒有 哪裡呢 head 就是你貼過去的head上方 並且更改兩個數字就可以了 這個數字 改 經度 這個數字 改緯度 其他 暫時不要跟動 因為 他這個地方呢 裡面的名稱我們都用 預設的 因為我們名稱取一樣 所以你直接把這一段 複製貼過去的話 就會看到 我們的那個剛剛的那個結果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幾個重點再跟各位提示一下 第一個 這個名稱 這個地方一定要是一個 DIV 第二個就是 新增一個 CS樣式 那個樣式部分的話請各位找到是ID 從這邊可以去找到我們剛剛加的這個 此文件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更改這個方框的部分 OK 這裡的話想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 還有一個特別注意 這個範圍之外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最上面呢 還多了一個 這個地方 這一行 如果這一行 沒有加上去的話 也 不會顯示地圖 那這一行其實就是 就是 去 到這個網址 有沒有 Google map 有沒有 他有個API 他的什麼 Sensor 要等於True 這一行 那他的這一行 特別是連這個也要複製 頭尾 所以其實應該是 兩行 然後 就是14 14行部分 整個怎麼樣呢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 剛剛的這個 Language 這邊有沒有 Java language的上面 這兩行本來就有啦 對 上面這個 所以基本上 要複製這個 跟下面這個 所以這行複製過來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再切到程式碼好了 程式碼的這個位置 我原來這邊就有了 貼到 這個的位置 貼上去之後的話 就完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 地圖就出來了 如果說你今天預設 假設奇怪這個圖怎麼看起來 這麼小對不對 那你可以去調整哪個參數呢 其實可以看一下程式碼裡面不是會有一個 這邊 這個我想固定的這個是經緯度的 這邊有個論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個論 更改一下 這邊是14啦 我印象中是 1到20 的數字 那他越大 越大是 越小好像是 就是 Try一下 10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呢 假設說你這個論 你可以把它調整一下 再重新整理 他就重新幫你更新一下 會有個新的地圖 數字越小 就越 越小 然後這個數字如果14不夠 你又16 OK 那再重新整理一下 OK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做出 我們要的效 如果不夠大 再往前 不過好像最大數字 我印象中是到20的樣子 還是21吧 20 重新整理一下 完全沒東西 為什麼 太近了 OK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 也不能太大 但原則上你可以大概 差不多 改成 16 17 左右吧 大概就差不多這樣的數字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就完成了 那最後呢 當然我們如果說 希望它變漂亮一點 比如說來個外框吧 另外來個自中吧 還有就是說 假如說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踹過 如果今天把他拉寬一點點 他會不會跟著 跟著縮放 預測的話 是不會的 像之前好像就有同學來問說 這個縮放 為什麼他可以 像我這邊可以自動縮放 對不對 這個效果怎麼做出來的 OK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希望 謝謝 姑娘 現在 都已經到達了